好 雨萱 今天立法院非常精彩啊 今天呢 可是立法院的第一次協商 西商什麼呢 什麼時候要開議 結果我們看到黃國昌 本來一副惡狠狠的樣子啊 結果沒想到短短幾個小時就game over 欸 對對對 陳婷姐本來黃國昌 她是叫嚣什麼 她說太離譜了 我會跟你們尬到底 大家來投票啊 來表決啊 喔 她扒票 然後收到給人家表決 你投票可以贏嗎 問題是 了不起 沒關係 人小 自信高 真的了不起 對 欸 對對對 不失天高地厚 對不對 但不管 她原本叫囂的很厲害嘛 說什麼我管你的2月6號就要開議 不然呢 好 我底線是2月16號都喊出來了嘛 結果最後面進入朝野協商 對 公開透明喔 都有錄影喔 陳婷姐的詐騙怎麼樣嗎 怎麼樣 她說哎呀 韓主席英明 韓院長英明 做得好 Good job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看破手腳了嘛 她直接用折衷的方式 原本各位報告 行之有年 這是立法會行之有年 也就是說 開議通常會選在大年初五 再隔一個禮拜 理由很簡單 因為整個立法院議事規則 以及相關的行政人員 他要準備流程啊 準備文書啊 而且根本沒有議案可以審啊 還要進行什麼 相關的行政院院會報告 所以這些內容這些戲目 對於這些公務人員來講 都要提前準備 所以會延後一個禮拜 但沒辦法 因為民眾黨八家將 八個小草包 搞不清楚這個狀況 他就這樣說 我要曝光 我要煤光燈 我要舞台 所以就吵著要這個時間 他們說好 那我們折衷 折衷變成什麼 2月16號 這是民眾黨的版本 這個是一過年晚你就要開業 來得及嗎 當然來不及 當然來不及 而且 陳寗姐你問到一個關鍵的問題了 為什麼 整個民眾黨都是不分區立委 對不對 但請問區立委大年初五的時候在幹嘛 選民服務啊 跑突啊 人宵活動 一大堆地方要顧 但是黃國昌不用 他只要對著鏡頭咆哮 整個民眾黨所有人都不用 但他們最後就折衷說 好 那我們各取一半各半 夾中間2月20號 這樣總行了吧 結果黃國昌有沒有抗議 黃國昌有沒有抗議 完全沒有 摸摸鼻子 這個院長說的事 院長說的好 他說哎呀 他說 而且呢 立法院還講 說黃國瑜說什麼 說哎呀這個國昌兄啊 對不對 民眾黨啊 為了你們要這樣做啊 你看你知道這個議事人員都很辛苦啊 等於說還要特別加班趕工啊 那黃國昌說 不要不要不要 院長千萬不要說 這是我不可承受之重 等等 什麼時候黃國昌又被變如此溫馴了 所以這證明一件事情 當初那一報有沒有用 哦有用真的有用真的有用 一報定江山 整個國昌老師現在遇到韓國瑜 連叫都不會叫 但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這個開議時間 根本不應該是一個真實的點 跟韓國瑜到底早上幾點要上班 一樣完全不重要 但偏偏妙小腰風大 畢竟民眾黨找不出其他的話題 找不出其他的理由 只能針對這件事情開槓 所以各位在草野協商之內 結果原本以為軒然大破的事情 兩分鐘就迅速搞定 好所以厚子 我們說到黃國昌 本來信誓旦旦的說 我就是要來表決要來表決 但換說你八個人 你是跟人家表決什麼 另外很多跑過立法院的記者都知道了 你現在開議幹什麼呢 你520之前全部都是看守內閣 你到底有什麼法案需要通過嗎 我跟你講立法院一般來講 第一個會期 通常會比較晚開議 為什麼 因為像我可以講 以今天來講 我今天早上去立法院 立法院這屆大概換一半 50幾個立委的 他們才剛剛要進駐 整個要裝潢 立法院現在跟那個大工地一樣 我早上去12樓 去看那個蔡其昌辦公室 蔡其昌還沒測完 江啟成還在地下室 江啟成還在他舊的辦公室裡 還上不去 那立法院一個融入一個坑 江啟成沒走 就表示有些立委還沒進駐 立委都沒有辦公室 他本來跟你說6號要開議 就是明天要開議 你告訴我怎麼開議 而且這幾年選舉 因為總統跟立委都並選 13號才選舉出來的結果 兩個禮拜你要組建團隊 你要找助理什麼之類的 根本還沒有磨合 你告訴我 你這些立委要怎麼去問政 他原本說16號 16號是大年初期 等於放假完過兩天 跟6號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意思 他們就是先喊先贏 而且我要講說 你開議要幹嘛 你要審什麼 我們講審法案 立法院以前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沒有戒期不延續 法案一堆堆了十幾二十年 然後大家都說立法院的效能不髒 然後問題是那些法案 可能十幾年前的法案 根本就已經試過 今天完全不合十一 所以後來就改了一個規矩 叫做戒期不延續 你只要這一屆立委結束了 所有的法案通通歸零打消 對啊 所以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現在的狀況有什麼案子 行政院提到的案子一定有 他把原本的案子重送 舊的立委可能有卸有案子 黃國昌他上次提的 他也絕對不會再提 他上次在時代力量 提了一堆都是 都是跟那個很有意識形態的法案 他這在民眾他絕對不會再提 因為客戶者不要 所以他們現在手上也沒有案子 你沒有案子你這麼早開議要幹嘛 你有什麼東西可以審嗎 我想你今天來講 你要先有案子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程序委會開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委會才有辦法副委 你現在沒有案子立法院開議 你現在告訴我說你要開議幹嘛 他拿百公百業做的例子 百公百業是我過年前我有業務 然後我過年完後繼續 你現在從零開始你什麼都沒有 然後一開始要不然就審案子 第一個你早上沒案子 第二個要不然就立法院就是幹嘛 施政報告 陳建仁來施政報告並被質詢 然後各個委會就排各個不會首長的業務報告 問題是大家都知道 這些人全部520都要滾蛋啊對不對 你現在算每一個不會首長 大概沒有幾個可以留到520之後 你現在聽他來立委 把他找來每個把他湊罵一頓 罵一個多月有意思嗎 作秀嗎 不是就對民眾來講沒有影響嘛 你看你現在跟陳建仁說 你們行政院今年要做什麼 他講了算嗎 520之後他就滾蛋了 他可以跟你講說行政院下半年要幹嘛嗎 所以黃國昌今天在這個地方去講說 我們大家一定要六號開議 十六號開議 你就是玩假的就騙人嗎 因為你什麼東西都沒有做 他現在案子都沒有 就跟他說我要開會開會開會 你沒有東西你要開 你要開什麼 就是說純粹是重要 所以今天為什麼讓不會讓得這麼快 因為他知道他是空的嘛 所以他說今天講的一副那種 體恤立法院的職員員工的樣子 實際上來講 不是立法院職員員工不能配合 是你手上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竟然開會也沒有意義嘛 那他們現在在做這個東西就純粹作秀 所以今天當然就說 院長一名大家願意退 我就願意退 好像說好像大家都接受我的案子 實際上就是根本就是完空的啊 今天最精手 而且討論最多的畫面的照片 就是這一張 他沒有想到 韓國瑜跟黃國昌兩個人 居然擁抱在一起 擁抱在一起就算了 黃國昌居然笑容滿面 有人講 他看過黃國昌這麼久了 看過他所有的畫面 從來沒有笑得這麼開心的 而今天這樣的一個動作 他只是一個行李如宜 還是黃國昌打從心裏片 他已經覺得要跟韓國瑜合作了 而且這樣的一個趨勢 老婆我們看這兩張照片 對比更加明顯 有人講說這個根本就是冷卵自知 但我們看到了 韓國瑜去拜訪民眾黨的時候 黃國昌笑得很開心 兩個人雙手緊握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了 當游錫坤去見面的時候 打給民眾奧賭督 特別最關鍵的就是蔡宜昌 蔡宜昌他那個表情 根本就是笑不出來了 難道這一次的立法院院長 副院長從這些照片 已經可以看出端倪嗎 還有黃國昌在這兩天 突然丟出來說 過去我們各委員會 都是兩名招委 他說沒有那應該單一招委 但問題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刻 丟出單一招委 有人講丟出單一招委 可以讓民眾黨有所謂的 活動的空間 可以有游一的空間 有這麼單純嗎 有人講說 如果國民黨真的敢接招 國民黨跟民眾黨 真的敢去推動單一招委 那個對民進黨來講 會造成一個 非常可怕的毀滅打擊 因為當民眾黨 跟國民黨兩個人合作了以後 民進黨在各個委會 也都拿不到招委 拿不到招委之後 民進黨未來四年 你的人事權 你的預算權 你的法律權 都會受到 致命的打擊 我現在收到 很多人穿這張照片過 大家都嚇死了 什麼時候看過 黃國昌笑得這麼燦爛 什麼時候可以想到 韓國瑜跟黃國昌兩個 可以擁抱在一起 而且 不但是他們兩個擁抱在一起 旁邊的人 都笑開來了 而且誇張的是 如果你就對比 民進黨同樣都去拜會 整個場面 碰到國民黨進去 大家都笑一眼阻開 可是你看 在民進黨進去以後 大家如上拷筆 沒錯 市長民眾黨這一次 他到底立法院院長要支持誰 我們可以把它說是 民眾黨之前有所謂 路線之爭 路線之爭 路線之爭來說 到底我們要這個跟藍合作 還是要跟綠合作 這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跟綠合作的話 一般都說黃珊珊嘛 因為黃珊珊她比較阻撓 跟這個藍白河這個狀況 然後跟藍合作來說的話 主要路線是由蔡碧如 我們之前講過 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民眾黨路線的這個戰爭 路線戰爭 但是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兩個畫面就出來了 他們這個黃國昌 還有他們立醫院的黨團 分別見了這個韓國瑜 還有見了游錫坤 這畫面來說的話 你一看就知道說 未來民眾黨的路線 其實可能會非常非常清楚 路線出來了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 早上她跟韓國瑜見面的話 你看兩個人非常開心的這個見面 你看不只是韓國瑜開心 江啟臣開心 然後你看連旁邊的陳昭姿 跟這個黃珊珊 其實都相當的開心 可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畫面 下午跟這個游錫坤見面的時候 你看完全都冷冰冰 我們看 你看黃國昌的表情就不一樣了 那你看游錫坤在那邊苦笑 那你看蔡基昌是已經整個連 根本笑不出來 相當相當的臭啊 那你可以看到 這好像是說 我強迫背到這個地方來陪笑的感覺 而且後面有一隻把槍 把他壓上去的 那你看到黃珊珊的表情 或是像陳昭姿的 其實都跟上午非常不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比喻出來 一個是冷冰冰 一個是熱烘烘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的一個對話是 韓國瑜去了以後 不是跟大家擁抱嗎 是 擁抱了以後 那下午游錫坤去了以後 他也說 那黃國昌跟大家擁抱吧 要去跟蔡衣昌擁抱的時候 你看 蔡衣昌馬上就很冷 對 蔡衣昌馬上講 我只跟我老婆擁抱 我不抱別人 對 你看上午的時候 最當有大家 抱成一團 大家最有心的就是 你看韓國瑜跟這個黃國昌 兩個抱在一起的這個狀況 果然印證了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 保證人2020年的時候 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他是怎麼K韓國瑜的 對 他還到他們的殺死場說 這個是腐敗政治 我們要徹底剷除了 結果他還被韓國瑜告 不是還講說有一塊農地 對 農地下面全部都是他們家丟的 所謂的垃圾 對 結果他還被韓國瑜告 結果兩個人還有官司 結果沒想到 現在他們兩個居然可以抱在一起 而且笑得還這麼開心 那下午的時候 你看 這個水 蔡其商就去了嘛 因為早上說 結果他們抱得那麼開心 他想說 下午那邊比照辦理啊 蒼蒼可以抱一下 就黃國昌跟蔡其商 兩個可以抱一下 上午是果果 下午是蒼蒼 這樣可以抱一下 結果沒想到 蔡其商算是我的好朋友 我這個朋友也太慘了吧 結果沒想到蔡其商 誰比到嘔嘟嘟 他整場坐在那邊 幾乎是沒什麼講話之外 你看最後要抱一下 沒有不好意思 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抱 你看連握個手 都這麼改叫 對 而且還這樣很尷尬的表情 所以你看從上午 跟國民黨的這個會面 跟下午跟民進黨的會面 你可以看到出來 其實民眾黨的路線 如果從我們客觀的感覺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應該民眾黨的這個選擇 應該心有答案 好 說你講說 外好人看熱鬧 內好人看門道 這個當然講是熱熱鬧 那大家覺得很有戲 可以說最恐怖的是 黃國昌丟出來的一個單一招尾 單一招尾 如果那個真的代表 其實你不能講說 他到底是白綠核還是白藍核 他真正關鍵是 到底民眾黨是反律優先 還是反藍優先 如果是反律優先 你就看到 反律優先的大旗是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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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黃國昌 兩個人 黃國昌今天站到了西位 黃國昌今天感覺已經足道 足道了以後 你是不是一個反律的大旗 已經張起來了 反律的大旗張起來之後 他又丟除了一個單一招尾 而說這個單一招尾 是對民進黨來講 最恐怖的打擊 沒錯 事實上這個黃國昌在這裡 已經拋出一個 國會改革的另外一個關鍵 就是單一招尾制 他今天講到說 之前有所謂一個委員會 兩個招尾 他說兩個招尾就是淪為什麼 分章 他說我們要強化整個立法院的 這個政治來說 要單一招尾 單一招尾制來說 其實這個所謂爭議非常大 你知道民進黨內 也沒有統一的聲音 結果你知道 這個後來呢 尤錫坤要報會的時候 尤錫坤同意了 他就丟出了這個四項改革 四項改革裡面有一個第四項 其實前三項都 大家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第四項可以說是 踩到了民進黨裡面 很多人的紅線 所以就是 朝建立常設委員制 單一招尾制度 那因為他這樣 他就說 我以個人身份表示贊同 你說我寫完了以後 對 趕快說是個人身份 對 那下午馬上就有很多 民進黨相關人士就說 你乾脆吃了這個力 開炮了 開炮 開炮像這個尤錫坤 所以你知道這個法案 是相當相當 民進黨裡面都以為很多意見的 結果沒想到 這個黃國昌丟出這個意見出來 那難道呢 他要跟藍寧互相的合作嗎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假設 單一招尾真的通過的話 未來國會多數黨 是有可能全拿 就贏者通拿 我每一個招尾 都是我可以當成的這個招尾 所以你說 如果今天民眾黨加上國民黨 他就是絕對多數 絕對多數以後 如果是每個委員會 只有一個招尾 這個招尾就被 國民黨跟民眾黨全拿 如果被國民黨跟民眾黨全拿之後 未來 民眾黨在法律案 在預算案 在人事案 在所有的法案上面 你都沒有提案空間了 對 應該是說在法案的這個 招尾可以排法案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的時候 其實招尾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可能他在立法院的表現上面來說 就會顯得非常的這個賬 自愛的這個狀況 甚至國會因為權力很大 可能這個行政權就會受到牽制 所以有人就說 黃國昌丟出了一個毒蘋果 說這個很糟 這是毒蘋果 很糟我們要這樣子來做 那這樣來做的話 當然 我們早上他們跟國民黨 是談得非常開心 雙方是不是對 單一招尾有相關的這個政策 我們不得知 但是你從下午 所有民進黨都開炮開網 有習慣 你就知道說 很多民進黨是認為不行的 不能這樣做了 所以搞不好 立法院的院長選舉 這只是一個起頭戰 接下來的話 如果假設民眾黨跟國民黨 兩個合作的話 你看從單一招尾這個案子 引起民進黨這麼大的反彈聲音 你就知道說 其實未來的國會 恐怕會相當相當的激烈 董事長 不是講說 民眾黨是不重要的巴西嗎 不是講無足輕鬆嗎 既然 今天是藍綠 都去拜訪 給足了面子 但有趣的是 兩邊的表情 兩邊的反應也差太多了吧 對啊 所以看起來就是藍綠來講 民眾黨是對韓國瑜來講的話 比較熱情 雙方面比較發自於內心的歡迎 那其實對綠來講的話 就有點比較 大家比較 相敬如兵 將話一點嘛 你看那個屬於比較 應酬式的一個天單 但是今天韓國瑜去報那個黃國昌 也太誇張了吧 韓國瑜本來就是很誇張 所以以後韓國瑜的誇張 才有榮兵的效果 榮兵的效果 把他三個人站在那邊對不對 對他們的那個鐵三角 對 民眾黨的立法院鐵三角 你看有沒有 成招之黃三三 黃國昌 對 你看那個笑容 你看都令人感動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是一個高手 韓國瑜在這個感動 你說完這種對是高手 對 這不簡單 成功的達正 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2月1號的 沒有什麼懸念了 這韓國瑜了 應該就是這個韓國瑜跟江啟臣 擔任院長跟副院長 可是他本來不講說 你今天民眾黨的巴西根本無足輕重 可是這藍綠兩黨都來朝聖了耶 沒有 無足輕重的說法 大部分是綠軍的說法 藍軍沒有講過這句話 而韓國瑜從頭到尾都非常配合 民眾黨的節奏 包括他的政策 還有他今天要尊重小黨 要幫助小黨 韓國瑜講的非常的 今天的大氣啊 我有看他的說法 他基本上 釋出非常多的善意 他已經把這個民眾黨 把它捧在手上 捧在手上 歌呼在手上 你看擁抱完以後 那以後民眾黨在韓國瑜 當這個所謂的院長 就可以呼風喚雨嗎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要被照顧嘛 韓國瑜講要照顧小黨嘛 對不對 第一個人被定位成小黨 就很憋了 你們背就碎了 對不對 你背不大 第二個韓國瑜要照顧他 我都不知道韓國瑜拿什麼東西照顧他 原來照顧他很可能就是趙偉 因為我覺得他們最後的談判的決策 是看趙偉 如果在趙偉沒有進入實質談判的話 在投票前沒有講清楚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連趙偉都不會讓 因為這個很現實利益的關係 所以換言之講 如果他們當天的投票方式 當天投票 投下那8票的話給國民黨 對 我認為國民黨連趙偉一席都不會給他 談都不用談了 你不夠巧合啊 你給票給得扭扭捏捏捏不上路嘛 你不上路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動作沒了嘛 因為到最後的談判趙偉是誰來談判趙偉 那這邊的傅崑奇談判啊 傅崑奇為什麼不跟你客氣啊 傅崑奇的趙偉是來自他各個黨內同志推選出來的 大家就慘不高水不流就照不走嘛 那你就帶他拚嘛 是 所以那當然還會有一些談判空間啦 不過說硬到那種 完全要到 搞到劍拔奴章啦 所以關鍵在 第一個2月1號的投票 第二個是投票後的召委 這兩個是主要主題嘛 那這兩個有沒有幫斗 黏在一起談 對 我看這個樣子是沒有 看這個樣子是因為都公開了嘛 對 沒有密室協商嘛 因為國民黨也不願意密室嘛 對 沒有人願意密室協商 不敢跟你密室協商 就是柯建民講的 誰敢打電話給他 嚇都嚇死了嘛 所以這搞到沒有信用這個東西 很難搞 因為柯文哲不快點把他的信用建立起來 真的搞到這個以後的東西 沒人敢跟他談了 沒有辦法談 因為常常不知道你會不會變什麼樣子嘛 所以這個不確定性太大 民眾黨沒有把他自己的信用 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確實建立起來 玩來玩去玩來玩去 搞到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就是一個 不確定的一個變動因子的話 逼到國民黨去做實質的談判跟合作 所以民眾黨會變成被孤立化 甚至於被甩鍋 好 那今天黃國大臣丟出來說 現在招委 美國委員會招委這兩個 他說我去搞一個單一招委 有一個單一招委 如果國民黨真的敢接這個招的話 他真的可以逼著 未來民進黨在立法院 人事前預算權 法律把所有 全部都被卡住了 有那麼好的事情嗎 沒有嗎 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先問你嘛 國民民進黨有多少次的機會 在國會市區絕對優勢啊 上一屆不就是一樣嗎 他為什麼不願意改成單一招委啊 他改成單一招委 讓你所有小黨死光光 國民黨死光光 他為什麼不願意做呢 為什麼 因為做下去的後果不堪設想 變成在立法院內沒有和解 只有衝突 那只有衝突的立法院 你覺得這個在野組合 在野聯盟的這種鬆散 不確定的合作基礎 能夠控制到 能夠有確保他的利益嗎 那黃國昌為什麼要丟這個東西 黃國昌他是提議 他倡議這件事情 那些是有的 他建議國民黨去殺人 你去帶人 你殺完以後你去關 然後我去分錢 黃國昌是 因為很簡單嘛 如果單一招委那麼好 民進黨早就幹了嘛 對不對 民進黨掌握的優勢情況之下 都不願意搞單一招委 你現在兩個合起來的優勢 我給你搞單一招委 你隨時給我翻臉 你不高興的時候 你又跟國民進黨 跑去跟民進黨合作 你又跑回去怎麼辦 這個事情是嘴巴講講 而且這個壞點子 這個壞點子非常壞 你說這個壞點子 我認為這個點子 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 當然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就是想刷狠嘛 這表示我敢狠嘛 就是刷狠而已 他除了刷狠 嘴巴壞以外 一點效果都沒有 因為沒有人會買單 這個買單下來 不堪設想的主意 這個會就會貪心不足舌吞向 然後自己會惹一身麻煩 而且你沒有能力去阻擋 民進黨的攻勢 然後民進黨還有司法權 你不要搞錯了好不好 剛剛今天的賴清德 怎麼樣講法 怎麼樣要求他立法委員 那個多狠的招都出來了 多清廉 清廉什麼意思啊 他清廉就是告訴你說 老子當總統的第一個會期 的初期告訴你就是要 反貪腐 反貪腐到底吧 我們預料的東西 沒錯 兩個禮拜前我就講了 賴清德的第一招是反貪腐 今天就牌打出來 你民眾黨這些 你一大堆人的這個 賈蘭丁點 還有一些前面在台北市政府的前案 就淑慧坐在這邊 還擦不乾淨的屁股一大堆 到時候怎麼辦啊 你現在還敢出這種 那麼狠的狠招 你一下就要置民進黨於死地 我會讓你活嗎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淑慧 今天王國昌丟這個單一招位 真的是不懷好意嗎 他真的是借刀殺人 想借國民黨的刀去殺民進黨 但國民黨不會上當嗎 他不是要借刀殺人 他是要不斷地被拜託 不斷地扮演關鍵的力量 對民眾黨來說 他整個崛起就是只有一個角色 什麼角色 藍綠鬥 然後他從中取力 他不斷地說藍綠惡鬥 藍綠惡鬥 但是事實上最希望藍綠鬥的人 就是民眾黨 就是柯文哲 藍綠在爭總統的時候 他就出來說 看看誰 我要幫誰 我當選沒有可能 可是我有決定的可能 讓誰敗選 我要推倒藍綠高強 對 那個時候我記得還在選總統的時候 民眾黨的公職人員就在節目上說 我們知道阿伯沒有機會當選啊 可是我們有能力讓別人不當選 後來柯文哲自己也這樣說 所以這是總統的時候 藍綠鬥然後白就在旁邊說 我要看誰 再來正副院長的時候也是 他現在又擺出說 藍綠都要來求我的幫忙嘛 因為藍綠都想要這個正副院長的龍頭 所以當這樣的時候 民眾黨才有存在的價值 那招委也是一樣啊 現在有雙招委對不對 那如果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說 不然你一個我一個嘛 我52你51嘛 所以我們每一個委員會 剛好都視聚立敵嘛 欸 民眾黨呢 就沒得完了 民眾黨就變成角落生物啦 欸 你們看一下我啊 不用看你啊 因為我們一人洗剛剛好分啊 所以他要主張單一招委 欸 藍綠再一次搶破頭 然後每一個委員會 就要去拜託民眾黨說 欸 這一次你支持我啦 這一次你支持我 所以他又有八次 八個委員會可以去 扮演關鍵的力量 所以如果藍綠沒有鬥 藍綠沒有爭的時候 那民眾黨就是巴西 他就沒有空間了 連十分之一的這個力量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他要 莫名其妙推出單一招委 事實上單一招委對小黨 是極之不利的 因為過去像民進黨這樣 一黨獨大又單一招委 我每一個委員會都是我招委 國民黨根本輪不到招委 吳欣營也輪不到招委 正是因為有雙招委 所以民進黨才不好意思說 我一個人全包 才會有一些委員會 國民黨有機會 民眾黨有機會 所以如果是小黨 腦袋清楚的 絕對不會推單一招委 因為那他每一個都沒有啦 他就變成說每一個都拜託人家 又要玩以小吃大 所以他只能分而實機 對 他明明在這個文會 只有一席 可是沒辦法 你們藍綠都沒有過半 要不然你這一席讓給我 他變成又可以玩干港效應 所以民眾黨整個他的重要性 跟他的角色就是不斷地去創造 藍綠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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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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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也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為什麼尤錫坤跟這個韓國瑜 他們兩個 高度高下立判 尤錫坤人都還沒有去投降書就先寫出來 降書 就先在臉書上說你們的條件我都同意 但是更可憐的是 成要講 今天韓國瑜還沒有我們只是談 我們願意願意配合 結果尤錫坤就已經承諾修法 建立國會庭政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強化人事同意審查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強化立委利益迴避規範 還有這最可怕的是 朝向建立常設委員會單一招委制度 然後說是用個人身份競表贊成 這個就是NO了嘛 NO了 這個像馬關條約一樣 每一條好我都寫你要賠白銀多少兩 你要割掉我幾個這個 我通通 但是我最後要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我不代表民進黨 我只能代表我個人 所以你寫這個樣子又想拉票 你又沒有能力代表民進黨 你走進民眾黨的黨團 你代表誰 你就沒有任何底氣了 所以你看這幾個人臉都很臭 也不是臉很臭啦 黃國昌跟黃珊珊他們不是臉臭 他們是懶得理他 原來你沒有代表性嘛 原來你只有你自己這一票 而且這個完全是空投支票 你知道嗎 因為等他如果真的當了立法院長 他根本不能提案也不能表決 所以他的個人身份變成零票 說不好意思 我是答應你了 可是我不能投票 所以你說你講了半天 僅以個人身份競表贊成就變成廢話了 就廢話 因為他的個人身份到時候就不是立委 而是院長 他不能投票也不能提案 然後蔡其昌為什麼臉這麼臭 他明明講他是個人身份 你就個人就好 你幹嘛在這封詳書裡面 把蔡其昌的名字擺上去 蔡其昌名字弄上來 你不是太愛是蔡其昌嗎 這一封詳書出來以後 每一個民進黨 甚至民進黨的名嘴們 全部都罵說無論他們 然後結果蔡其昌想說 我又沒有說答應 你裡面寫你個人我也沒有意見 你為什麼要個人裡面 要把我們兩個聯名進去呢 那你有沒有問過蔡其昌 所以今天我覺得 尤其昌就是敗相已漏 他已經在做最後一搏了 拉著老臉去跟民眾黨說 不然這樣啦 我個人都答應你 你要我脫西裝 脫襯衫 脫外套 我都答應你 這樣拍垮的 可是只有我而已 我們的黨都不支持我 那你說民眾黨 當然不會要尤其昌一票 還要尤其昌一票幹嘛 反觀韓國瑜跟這個江啟成 他沒有答應什麼條件 他說國會改革我們一起來 那這個就是大家有維持到 基本的高度 可是他講了一句話 才是民眾黨真的要聽的 那些什麼改革 我說都是玩假的 不然講什麼 照顧小黨 為什麼要照顧小黨 立法院裡面還有很多資源 立法院裡面的黨團的運作 工作費 立法委員的出國的經費 考察的經費等等的 這一些院長都有分配權 所以為什麼他改革裡面 前三項都提法案 最後一項莫名其妙跑出來一個 定期公佈經費 他又知道你立法院的經費怎麼花 有沒有我民眾黨的一份 你說這兩個照片 非常重要的是站的位置 你說今天黃國昌在這個11位 今天在這個下午也站7位 黃山站在旁邊 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 路線的高下立判了 當這個站位出現的時候 遊戲就已經結束了 你說當這個位置出來 遊戲結束了 就是藍白河99%的機率 綠白河只剩下1% 因為早上上午看的時候 我還想說好 因為黃國昌他主打的是什麼大棋 反綠大棋 所以今天有黃國昌從門口 他還不是在樓上 門口一路接著韓國瑜 然後柔柔抱抱的 然後一路到樓上去 那個時候誰在旁邊 黃山山是在邊邊 所以黃山山只剩下一個功能 就是代位元 江提成你站這 你站這 插威的 插威最高的 但這時候我想說好 那我們等到下午來看 下午總會有不一樣吧 如果下午是由誰出來 黃山山出來迎接遊戲 那就代表沒有 民眾黨內部還沒有訂見 但當今天主事者 也是有黃國昌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存定了 幫你跟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今天過去有沒有 黃國昌當請教訓 從來沒有好不好 有黃山山在也拿到他的份 黃山山連柯文哲在 他都要站C位 而且重點是 連黃國昌拿個麥克風 看到黃山山的臉色又預言而死了 對就今天黃山山 完全退居二線嘛 連由錫坤來也這樣嘛 所以這個畫面再跟你講 現在在民眾黨內部 是由藍白河 也就是反綠陣線勝出嘛 那你說這個有沒有 柯文哲的受益 當然有嘛 你今天沒有柯文哲的受益 黃國昌凱演這齣大戲嗎 所以長期的人還是柯文哲 那好 再來回顧到第二個問題 講完這個民眾黨 作為一個主題心 那我訪問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韓國瑜 今天韓國瑜跟游錫坤 你知道最大的差在哪裡嗎 動員黨團的能力 韓國瑜有沒有能耐可以去動員黨團 有 當然有嘛 傅鑽其一已經輸贏給你看了嘛 我對於國民黨黨團 有實質影響力的喔 我有power的喔 我今天你讓我當院長 未來照顧小黨這件事情 我是有拳頭可以做到的 但是反過頭來 游錫坤 游錫坤的人嗎 真的沒有辦法 柯建民還在外面叫囂 一邊他去拜會的時候 柯建民在那邊 什麼事業生命 我才不要去 看我去以後多難看啊 他在外面子貌 你說這個蔡其昌臉色能好看嗎 我一個新潮流少主 然後陪你游錫坤老人家去 然後明明知道說這鴻門業 明明知道說走個過場 那老柯在外面一邊叫囂 所以游錫坤這個代表個人這樣有多慘啊 好 到另外就是 今天黃三三在跟韓國瑜推婚的時候 你說有一個耐人學問他說 叫你們國民黨的人 不要再打我了 對 這個過程是這樣子 因為韓國瑜推當然是破冰嘛 你以為他只有爆爆嗎 他動作很多嘛 那大家原本是在討論改革的問題 江啟成報告 江啟成說這些都四項 我們五項承諾 跟你這個差不多 差不多 結果大家在討論改革的時候 人不仿黃三三冒出一句話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這些內容討論 然後突然說這個韓國瑜委員 可不可以約束一下你們黨內同事 不要再來攻擊我 大家社長瞠目解舌 理論上我如果被你這樣一問 我真的是啞口無言的 大家氣氛融洽的時候 你突然來這一招 而且關注的還不是人 是我自己 不要攻擊我 不要再打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但韓國瑜的回應超妙的 你知道韓國瑜怎麼回應嗎 他就說 沒事嘛 一笑明恩醜 然後黃國昌現場踢了 哈哈大笑 他笑到臉紅太離譜了 怎麼那麼好笑 就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就擠了 但我不行訪問一件事情 他為什麼要問這個東西 對黃三三為什麼問這件事情 我後來去刷黃三三臉是我懂了 因為他真的會怕 他怕 黃三三怕 怕國民黨攻擊他 會痛 反正跟你說怎麼可能 那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一般我們如果遇到狗在路上廢 我們會怎麼樣 不理他 遇到有人在罵你 你不在意你會怎麼樣 我根本不甩 黃三三臉書做什麼動作 他喊提告耶 他說你每一個指責攻擊我的人 我都要提告 所以顯然黃三三對於這些言論 有沒有在意 在意耶 非常在意 而且這不是限於政治層次的工坊 所以顯然這就如同他當初 在黃金會的時候 關心說我哥哥遣見國照一樣 他現在為什麼要這樣對韓國瑜講 代表我真的很在意 你能不能拜託他們 不要再罵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所以這是他心中 一個很希望韓國瑜 幫他解決的問題嘛 這比起什麼國會改革 對他來講更務實 這個層次更顯著 因為他 大家知道 未來極變政的院長投下去了 黃三三會不會繼續被罵 當然會嘛 繼續罵你綠白爾 繼續罵你小綠 因為還有很多議案 大家要去處理 現在對於黃三三真的有這麼大的壓力 壓到今天台智中場合去來說 你不要再打我了 他講的就是你嗎 還有就是這樣 現在台北市政府真的有很多 柯文哲 黃三人的資料 會一道菜一道菜的端出來嗎 其實上個禮拜我遇到韓市長 我已經跟韓市長說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最近 常常批評黃三三 讓你困擾了 讓你在爭取的時候困擾 因為我已經聽到 有人跟我講說 黃三三要去跟韓國瑜抗議說 你怎麼叫我怎麼幫你支持這樣 所以我上個禮拜遇到韓市長 我剛剛想說不好意思 我有時候真的忍不住 該講的就想講 因為我講的都是市政有關的 市政裡面的弊端 還有不是屁股擦不乾淨 是他沒擦 沒擦 所以選前的時候 選前的時候 其實選前的時候 大家我就一直覺得 每一次黃三三在罵別人的時候 我心裡都很想回說 不對啊 這件事明明你們就這樣幹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罵別人呢 所以選前的時候 很多人已經一直壓我 一直壓我說 現在在談南百合 你不要講了 你不要講了 但是我也怕說 我選前講的時候 被人家說 你就是來影響柯文哲選情的 等等 但現在選後總可以講吧 市政有問題的地方 留下來的問題 我們還是一比一比要算清楚 那所以我之前就聽到 有人來告訴我說 黃三三準備去跟韓國瑜 這個行徑就像什麼 就像那個時候黃金會的時候 黃三三跟金普聰明明要談的是說 藍白要怎麼合作 怎麼搭檔 到底是全民調還是開放式初選 明明談的是程序問題 怎麼會談一談 變成把金普聰說 你們是不是要查我哥哥 這個是一樣的嘛 人家在談正事 你在談家裡事 你不能說剛好你們現在有這個立場 你就可以趁機開始開條件 說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哥哥 你不要查我哥哥 你不要查我的市政 我覺得一馬歸一馬 那今天我看到這個畫面 我非常的安心 因為站在主接待的人 都是黃國昌 不是黃三三 雖然他是不分區排名第一名 因為我想他們自己也知道 大家寧可跟黃國昌 溝通跟合作 因為黃國昌比較穩定 他個性比較穩定 黃三三不穩定 我覺得黃三三很壞到底 而且很情緒化 開門前跟開門後 他講的話就會不一樣了 那這樣很不穩定的狀況底下 就是今天閉門沒有關係 我們快開了門以後 然後大家離開了以後 第二天黃三三又在臉書上講 昨天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對口 是由黃國昌當主導的時候 我會覺得比較安心 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整個政壇 是標準的實質三黨不怪辦 在實質三黨不怪辦的狀況下 不斷在立法院 在各個領域裡面 看起來會廝殺得非常的激烈 我們今天很多人都把焦點 放到了這張照片 也就是韓國瑜跟黃國昌的擁抱 兩個人以前勢如水火 兩個人是在天平的兩端 可是沒有想到 今天居然擁抱在一起 擁抱在一起 好 或許會代表 藍白未來在列法院 有很大的一個合作空間 而這個合作的空間 對於民進黨來講 會造成極大的壓力 可是大家可能呼籲到 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最近 他所說的話 他的動作也是火藥味十足 也是殺氣十足 我們看到他今天講 不要忘了民進黨 清廉情政愛鄉土的創黨精神 他講為什麼沒選好 是因為沒有特別留意 創黨的精神 小事沒有留意 他講 任何出現 涉及清廉的小事情 就會減少一分力量 他講 如果民進黨清廉有問題 是誰的清廉有問題 是蔡政府的清廉有問題嗎 如果是蔡政府的清廉有問題 那蔡英文要負擔責任嗎 現在等於說 你是繼承蔡英文 來接任這個總統大位 難道你會質疑 蔡政府時代的清廉 質疑蔡政府的清廉 你會出手嗎 如果你的出手 如果你的出手 造成了非常大的一個震撼效應 那個對未來 也就是 不管對蔡英文總統 現代政府 不管對於我們看到了 柯文哲的政府 或者對於國民黨政府 你只要想 習近平怎麼起家的 而這個反貪腐 也會變成未來台灣的主選律嗎 好 這一段裡面 專欄作家吳坤玉 也加入我們的討論坤玉 你好 黃先生好 大家好 好 到我們今天講 看到了黃國昌跟韓國瑜 兩個擁抱 擁抱當然是對民進黨 丟出一個很大的喜劇 可以說不是 你說 真的讓你看了毛骨悚然 真的讓你看了心情膽掉 讓你覺得 未來那個可怕的軸線 是賴清德的講話 沒錯 賴清德最近 不斷的在講 要回到創黨精神 要求清廉 要求清廉 他會真的像吳董所說的 會有一個大規模的反貪腐嗎 真的 整個台灣的政壇 會腥風邪雨 血流成河嗎 沒錯 今天早上的這個黃國昌 跟韓國瑜的擁抱 或許可以訴說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在立法院 大概院長這一席 會互相的合作 但是其實民進黨 已經不管那麼多了 不管那麼多了 你看今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你看賴清德 到那個黨團的這個會議 他親自出席 他講了非常多 他說什麼呢 我們不要忘記民進黨的創黨精神 清廉勤政愛鄉土的精神 他還同時說到 沒有留意 他說蔡英文的總統認 認記很好啊 但是為什麼選擇這個樣子 因為沒有特別留意到創黨的精神 一些小的事情沒有留意 這個是劍子蔡英文呢 蔡英文的政績好不好 蔡英文的政績好 對 可是為什麼本來選擇很困難 因為沒有留意創黨精神 對小事情沒有留意 什麼小事情呢 他說每出現一件 牽扯到青年的小事情 就會減少一分力量 中央政策的推動 就會出現更大的困難 你看他這幾次屢次到 立法院裡面都講這個 你們這個青年的問題 那同時還說 要求你們不要應酬什麼之類的 哇 他對於這個黨團是要求的紀律 相當相當的嚴明啊 你卡羅OK都不能插我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他現在接下來來說 他打攤絕招 我們知道事實上任何一個總統 都是一樣 他只要能夠敢打攤 敢訴攤的時候 絕對會讓他的民調往上升 所以他講了這麼多 當然他說 我們黨內沒有留一些小事情 所以是不是 未來假設民進黨出現到青年的事情 他絕對會殺無射 好我們看到2月1號 新的立法院還沒有就職的時候 是 民眾黨 很多國黨已經開始拔刀相向 看到520 賴清德也還沒有就任 對 也拔刀相向了 事實上民進黨現在已經團結起來 尤其是這樣 你看這個賴清德高舉反貪腐的 這個大旗之後 你看有誰敢唱秋 我如果 我這個權力這麼的大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今天也傳授了很多 他在這個會議裡面講說 當初曹操也大 我也是這個黨團的幹事長 是不是意思是他 意思他不太在意所謂國民黨 跟這個民眾黨 假設真的合在一起 但是當然了 下午大家看到這個戲都知道說 其實民眾黨原本已經 爭執已久的路線 到底我要慶綠 還我要跟綠合作 還是跟藍合作 從這張照片來說 你大概可以看出端倪 他們可能選擇跟國民黨 合作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而且時候你說 從黃國昌最近的講話 還有他今天的動作 是 感覺黃國昌跟綠 已經勢不兩立了 而且我覺得這是演一場戲 要找一個所謂 支持綠的這個藉口是什麼 你看 事實上最早最早 舉出所謂的 反這個綠的大旗是誰 就是這個蔡壁如 你看蔡壁如都說什麼 你看 他說我跟這個蔡其昌 在海線戰鬥 你死我活 你還要支持他嗎 所以他就講了 他其實是最早講出這樣的 其實後來 最早發男的是蔡壁如 緊接著下來是黃國昌 黃國昌就講了嘛 他就說 他在這個館長的直播裡面 細數四大什麼 他沒有改革啦 然後從他主持會議的這個問題 然後這濫用權力 但第四點最重要 他是新潮流派系的人 但他講那麼多 黃潔燃 他跟這個蔡其昌 如果你仔細看 他跟蔡其昌之間的恩怨 其實他細數蔡其昌四點 也沒有多嚴重 而且韓國昌跟黃國昌 兩個擁抱 具有多大的意義 從這張照片開始看出來 兩個人以前是勢如水火 是你死我活 如果我要把勢如水火 你死我活的敵人 來擁抱的時候 代表另外一個敵人更可怕了 沒錯 韓國昌跟黃國昌 兩個人本來就是勢如水火 事實上前一陣子的時候 柯文哲問到說 他們兩個互相說 我很難想像這個畫面 今天讓你看到這個畫面 還抱在一起 而且他們兩個還抱在一起 還很開心地這樣抱在一起的 這個畫面 好那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有點驚視而非 或著視驚非的感覺 因為第一個 你看這是2020年的時候 你看這個黃國昌 當時你看2020年 他說 我站在這個西羅大橋殺死的這個 西羅大通殺死的這個舊子 我靜靜地告訴自己 如此腐敗的政治 必須徹底掃蕩乾淨 欸他當初講的就是韓國語欸 就你知道你現在居然跟他抱在一起 所以人家就有人在網路上 當然就說 不過你知道欸 他跟韓國語之間的這個冤恨 這麼這麼深 兩個居然能夠合在一起 我們就講 能夠讓兩個水火不容人的合在一起 是因為有一個更大的敵人 更大的敵人 顯然就是綠軍嘛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 從這些動作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至少在立法院這一局來說 絕對會跟綠軍站在一個 對立面的這個狀況 所以說欸 現在大家都已經把武器準備好 未來四年不有無寧日嗎 當然我們就要講 事實上這一次來說的話 這個黃國昌也拋出所謂的 單一招尾這件事 你看單一招尾這件事 你就可以看到出來 國民黨目前是沒有對這件事 有任何的反應 但是你可以看到綠軍 綠軍的反應是完全都是反對 非常強烈 從這樣這個 這個今天的時候 這個尤錫坤 蔡其昌 他們丟了一個文件 就說欸我們回應你 那尤錫坤只能說 我是用個人意見 可是你注意到 從下午開始 這個所有的政論節目 綠軍的所有人 幾乎都完全都來罵他 賣尤錫坤 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做 甚至還有人說 尤錫坤你戰力太弱 趕快你如果沒有選擇 就辭職 你知道現在民進黨的內部 其實他們某些聲音 他們也不要跟民眾黨 如果你這樣要求 無法忍受 無法忍受 所以事實上 現在整個氣氛已經非常清楚 相較於下午 尤錫坤去跟蔡其昌 去這個下午跟民眾黨 拜會的畫面 你對比上午這個 他們跟國民黨之間的融洽 事實上這個民進黨 跟民眾黨之間的關係 是有點冷冰冰 那就連最後人家說 要不要學尚武呢 這個蔡其昌 跟這個黃國昌 兩個抱一下 蔡其昌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只跟老婆抱抱 我們握手就好 你就知道說那個氣氛 其實你看也看得出來 民眾黨的路線 其實已經相當相當明確了 當我們大家今天都注意到 黃國昌擁抱韓國瑜 而且等於說 兩人過去是水火不容 兩人過去是死敵 竟然可以進去前嫌 代表一個更大的敵人 而這個更大的敵人 民進黨一定會受到這兩個人 極大的挑戰 你說沒有 更可怕的是 今天賴清德也知道他的處境 所以賴清德出手了 賴清德出手 非常恐怖是 他直接挑戰清廉 挑戰什麼清廉 他連蔡英文政府的清廉都敢質疑 那他的刀會殺在哪裡 這個反貪府的路線 會攻到什麼程度 接下來會整個天翻地覆 血流成河嗎 賴清德當選總統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退出新潮流 他退出新潮流 換言之長 他要準備當民進黨的 全民進黨的總統 準備當全民總統 那他當全民總統的唯一的政績 在最短時間 是520之後 就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反貪府 反貪府來講的話 一定是前朝貪府 他會抓嗎 當然百分之一百 但是一定要殺全朝 所以他現在講的 他現在講的就是民進黨 他有講別的黨嗎 沒有 他每出現一件 他講總統 詹英文的政績非常好 但是民進黨 仍然遭遇相當的困難 這其中的原因 沒有特別留意 創黨精神 創黨精神 清廉情政愛鄉土 對 然後後面講的更簡單 每出現一件牽扯到青年的小事情 就會減少一分力量 完全就講青年了 沒有講別的 沒有什麼愛鄉土都不要談 就是青年是他的第一項 最要緊的一個執政目標 換言之上520之後就開始就砍了 就先搞青年 所以說如果青年的目標 還繼續背在他的身上的話 他翻不了身了 對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 青年是他的包袱 在選舉中間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包括新潮流給他帶來的包袱 他也背負到他現在這個選票流失的事實 所以這個他通通要翻轉的 所以他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不把他快點快速在他的短時間之內 把他民調拉高 七年的趁機做出來的話 你認為他這四年好選嗎 不好選 很困難嘛 所以他一定要大幹 可是他敢嗎 賴清德在台南的政績裡面 他要抓這個反對 用司法上去 他的對手跟他司法上去 你說抓李全教 李全教包括議長這個郭信良 通通都是司法 包括他現在我都認為說 在台南就會是第一個示範區 台南可能會先動手啊 台南我聽到消息 台南會是第一個動手的目標 你說台南接下來會腥風血液 當然腥風血液 前岸因為選舉而耽誤的案子 現在會重新啟動 我認為在這個目前四個月當中的空窗期 台南就會動了 那當然一定是前朝的一些的弊案 前朝的弊案它非動不可 他如果不動前朝的弊案的話 他等於蓋花承受你知道嗎 蓋花承受是變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到時候我下一次選舉 我就拿人來打你啊 對 所以他不可能去蓋花承受前朝弊案嘛 當然第二個更重要的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弊案嘛 他會打台北市政府 當然打台北市政府啊 柯P在去年12月8號 接受這個蔡壁如的專訪的時候 就宣佈過啊 他說如果我選輸的話 賴清德一定會清算啊 所以柯P就自己講了啊 所以前兩年監察委員針對金華承 提出了糾正 那只是一個啟示報警告 我覺得全面性的 而且他現在有兩個問題了 第一個柯P他挑戰了賴清德 四年後的總統對不對 那白綠票本身的重疊性太高 同質性又太高 這個就是他 匹夫無罪 懷避其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黃珊珊又宣佈說他兩年後 他要參選台北市市長 對 馬上要挑戰到這個 蔣萬安的這個權力基礎 那蔣萬安本身會 以本身的利益來講的話 那蔣萬安的個性上 也不可能去袒護你這個 前朝的弊案嘛 這兩個都不合理嘛 所以藍綠都會殺 藍綠都合作起來 會殺柯P跟這個 跟黃珊珊嘛 對 所以黃珊珊今天跑去跟這個 這個 跟韓國瑜 跟韓國瑜講 所以你的人不要打我了 國民黨人不要罵他嘛 國民黨不是罵他 國民黨是要頒他牢底的 好那另外講 其實有一個 日本的媒體人 野島官 他其實對台灣非常熟悉 他跟民進黨也非常驕傲 他直接講 他特別談到了柯文哲現象 在台灣柯文哲現象的時候 他說大家都以為說 這一次的選舉是美中台的關係 兩岸關係 他沒有 他來觀察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支持 他說 因為年輕人對生活 對經濟 對民進黨的腐敗 對土地的正義 還有候選人的支持 都無法忍受 這個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看法 其實這裡面 真正的關鍵的變化 還是在藍綠本身的這個 對年輕人的這個隔膜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在技術性來講的話 在技術性來講的話 柯P確實他花了很多錢 在所謂網路上面的佈局 包括連抖音 這個關鍵人 因為抖音是 民進黨不準時運用的社交媒體 不能碰 所以柯P就大量運用抖音 那國民黨來講的話 根本沒有用抖音的條件 所以很多 剛好複雜在一起 然後還有在蓋牌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 柯P今天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東西 就是欺騙 誠意的問題 他用欺騙的方式取得這些選票 如果他用正確的資訊的話 他拿不到這個票 他騙大家說他是第一名 所以才造成很多人誤導年輕人投票給他 其實這是選舉技術的這個結果 但是結果會怎樣呢 結果有改變了選舉的最後結果 沒有 沒有 所以四年後也是一樣 他仍然是扮演一個 就是說程式不足 敗事有餘的角色 但這個角色 那是你沒有機會嗎 沒有 完全不可能 還沒有機會 而且這個 他扮演這個角色很糟糕 就是害人害起了以後 還招致到今天賴清德 對他的這個眼紅 技術要追殺 就是惹禍上身的主要原因 那也會追殺 因為他欺騙嘛 你用騙的方法嘛 如果你用正當光明的方法來選的話 我就是第三名第三名嘛 那賴就不會被 賴的票就不會被 那麼大量的流動嘛 你用正當的手法來選舉的話 賴不會追殺他嘛 你為什麼騙人幹什麼呢 所以欺騙是一個最壞的 一個神人共憤的一個事實 雨雪 今天民眾黨跟韓國瑜的 這場會面裡面 真的有一個非常突兀的場景是 講著講著 黃珊珊突然跟韓國瑜說 你們國瑜黨的人不要再打我了 瓜哥因為這個東西喔 是突顯出黃珊珊的焦慮感 焦慮 我先問原本今天喔 這種在野敗會的大戲 應該是由誰來主導 黃珊珊啊 她不分區第一名啊 過去都由她主導 結果是由誰來主導 黃國昌 對你知道為此黃珊珊 還在臉書上PO一個限動 你知道她要幹嘛嗎 她就是這樣比 比 她擺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有什麼意義 她的意思是說我是指揮黃國昌 是我叫她去迎接的 她還想要電腦堂啊 那為什麼她要去電腦堂啊 各位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黃珊珊在這 比 她說你看手這樣揮 她說來國昌去 國昌去 她要證明什麼事情 她是老大 我還有控制權 各位你不要誤會了 但為什麼她要證明自己有控權 因為她內心很焦慮 焦慮什麼事情 我們在會議上就看到了 原本會議寶就跟這要討論什麼事情 她說國會改革嘛 四大訴求嘛 五大訴求嘛 有沒有 有 江啟誠也討論國會改革 連張祈愷都討論國會改革 連林毅君連聽都沒聽過 大家都在討論得很熱絡 黃珊珊不發語 她沒有參與這個過程中討論 結果呢到最後關頭 她才忍不防冒出一句話 說韓國瑜委員啊 可不可以麻煩你約束一下 你們國民黨的委員 不要再攻擊我了 攻擊我了 這太針對性了吧 不是 那個話題裡面 根本沒有雙方兩個政黨的攻防 她突然爆出這一句話 大家把人家想像當時畫面 現場畫面是什麼 大家都在大笑啊 哈哈大笑 氣氛融洽開玩笑 你農我農的 現場很熱絡 結果你突然丟出這句話 就什麼 完全人場王嘛 結果韓國瑜你知道怎麼回應他嗎 說哎呀珊珊啊 這個你委屈了 你辛苦了 哎呀你這段路程 我經歷的比你還多 像我過去你看被這個黃國昌 修理成這樣子 那黃國昌還很高興 哈哈大笑笑到滿臉通 那我們就反問啦 黃珊珊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 拋出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丟出來 因為他已經發現自己玩過頭了嘛 他先前一直在打國民黨嘛 這是標準的打人打Q的人嘛 我先把你打 把你摸兩棍 就是你跑過來要回擊 我說不要啦不要啦 先不要為什麼 因為現在時空環境大不相同了 我們先搞清楚 黃珊珊現在最害怕的是什麼 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賴清德要去打貪 賴清德要清廉 以及國民黨所有人 都把矛頭指向他說 是藍白破局的戰犯 是小綠 是小英女孩 是促成在整個失敗兇手嘛 這件事情黃珊珊解決了沒有 沒有 他原本為什麼不需要解決 因為原本只需要跟一個人負責 這個人叫誰 柯文哲嘛 他為什麼要去做這麼多奇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要撕毀六點聲明 為什麼要當鷹派 為什麼要跟小姐姐不斷的攻擊 找各種戰犯 從媒體到政治人物 各種場域都是他的敵人 為什麼 因為他展現自己 我才是你最忠誠的護衛軍 柯主席 我永遠效忠你 我是你的鷹派 而其他人等都可能是滲透 都可能是間諜 所以我為了主席 我誰都可以殺 當然嘛 這是展現忠誠 鞏固他權力核心的最好的方式 你說柯文哲有沒有信他 有 有信的浮浮貼貼 也三三說了算 當他小滴了沒關係 但現在出現一個大問題啦 那柯文哲去了哪裡 我們今天討論了一整天 柯文哲去了哪裡 沒有他的畫面耶 在整個立法院議事工坊 這個最重要 大家講的意外龍頭的時候 他卻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主體性很重要嘛 主體性現在就是 不分區委員 那柯文哲是什麼工作 有大安森林公園 他午夜遊民嘛 他沒有工作嘛 所以他才會穿著台北市長的背心 很害怕自己沒有角色嘛 所以這種情況像 黃珊珊自然而然搞清楚了 如果說柯文哲拍板 未來立法院主戰場 確實是藍白河 要反律 這個非律陣線 要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請問他的角色定調 尷尷尬尷尬 尷尬 未來 這不是院長的問題啊 韓國瑜通過之後 請問招委民眾黨要去拜託誰 韓國瑜要去拜託誰 國民黨請問未來在提案 法案共同意識工坊要去找誰 國民黨嘛 你已經認國民黨當大哥了嘛 你以為國民黨是塑膠嗎 當然不是啊 你今天還是要透過韓國瑜 去跟黨團溝通磋商 才有可能促成去提到你要的案子 才有可能促成去讓你的招委 能夠拿到一席兩席嘛 所以這時候黃珊珊 需不需要他的角色 不需要啊 他的定位變成什麼 變成是累贅 變成是阻礙了嘛 所以黃國昌笑得很高興嘛 而且搞不好還變成眼中丁了 所以你才懂了嘛 今天不只是黃國昌耶 連陳昭之都加入反律了耶 陳昭之說什麼 我說 哎呀對比傅昆吉把我們秀明明 哎呀民進黨都不是有門不理不睬 我跟你講啦 不要以為講這些 什麼護台言論就能收買我 他臉書上寫的啊 說你們展現了十足全力的傲慢 連陳昭之都反了 陳昭之跟黃國昌聰明嘛 轉得快 他們看得懂嘛 他們現在是什麼政黨 民眾黨了 已經不是以前的 也不是陳衰扁的 也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時代力量 在民眾黨就要做民眾黨 該做的事 而民眾黨最大的利益是什麼 反律才會有最大的利益嘛 所以兩個人 你看為什麼今天韓國瑜左右互反 梁提提兩個人 他們搞得清楚狀況嘛 所以那這時候黃珊珊該怎麼辦 沒辦法 他尷尬 只能趕快跟韓國瑜拜託 先處理他跟國民黨的關係 請求國民黨委員不要再打我了 勞過我了 放過我了好不好 他這句話是不是真心實意 這跟以前黃金慧差別 最大差別的 以前是語帶動賀欸 是你需要我 現在是我需要你 喔啦 這個國瑜委員 幫我處理一下 不要再攻擊我了 但講白了 請問黃珊珊現在想要洗刷 想要洗白 想要轉向跟國民黨合作 容易嗎 能夠嗎 國民黨不會相信他了嗎 當然不會 第一個就欺負他 不會相信他 第一個就處理他 因為他小英女孩跟民進黨色彩 太濃厚了很難去解決嘛 所以你仔細觀察 今天不只是國民黨 包括連蔡其昌來 游希昆來 他也沒給好臉色 所以黃珊珊現在 已經開始在做角色轉換 角色調整了嘛 但我就講了 已經為死已晚 快樂 你也是老江湖了 你也是看見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瘋瘋瘋瘋瘋 你說你也看到了 韓國瑜擁抱黃國昌 而且兩個人的表情 連你都嚇到了 對啊 這兩個原來是世仇 從2020打到現在 黃國昌一直是綠的代表 然後深綠代表 一個是深藍代表 那個不只是什麼 相逢一笑閩恩仇這樣子 他不是私人恩怨 結果兩個人今天這樣子抱在一起 韓國瑜那種爆發 那個是喝完酒以後 哎呀 你是我兄弟啊 那個整個抱起來 汪道涵碰到孤政府講的那句話 杜敬傑波兄弟在相逝一笑 閩恩仇 對 他們現在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而且你沒有發現 那張照片裡面其實很驚人 尤其跟下午的這個 對比 對比 你看 旁邊的黃珊珊 張其楷 大家都笑得多開心 那個是黃珊珊跟張其楷 這兩個人呢 他是藏不住的 我們認識他們那麼久了 這兩個人的表情是藏不住 你看他下午的那個 跟游錫棚的照片 就是很僵硬的 奧獨都那個 對 所以就行禮如遺 然後那個早上有國國報 下午要不要有蒼蒼報 那蔡其昌都說不用了 我只抱我老婆 對 我只抱我老婆了 那所以這個方向其實就是 民眾黨的定這個方向 你覺得是定了 在這一局裡面 大概已經八九不離死已經定了 那沒有對外說明 其實大家都在裡面在玩說 是反綠還是反藍還是什麼東西 其實他就是做一個場 然後過一個場了以後呢 最後拍板定案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還是在後面操控一切 那黃珊珊她代表的是要做柯文哲 她一直忠心耿耿 那代表的叫柯文哲 也就是說黃珊珊在這一局裡面 那她要扮演的角色 不只是甄嬛 那柯文哲身邊 我是你的寵妃 我是你最疼愛的人 No 她叫做富豪 我還可以幫你大三 幫武丁幫你國王大殺四方 去滅鬼方 那結果 所以我是你的御前戴刀四筆護衛 對 我還是 那不但是親信 然後我還 我還這個是 可以幫你大殺四方的將軍 那她想要辦的是這種角色 可是這一仗並沒有成功喔 那黃珊珊其實是 要幫柯文哲背很多的東西的 所有的指責到她身上去 我覺得她對於自己的那個民生的要求 那她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也就是說黃珊珊其實很珍惜羽毛的 你說她今天跟韓國瑜講的這個話 真的是充滿壓力了 充滿壓力 而且她說我們兩個黨 既然要合到一起作業 你們的人什麼林涛啊 什麼每天對著我修理 這樣也不好吧 那她其實大概的意思是比較好 是這樣子 是既然要合 她就要求合 那就是說兩個黨既然要合作的話 那她才會提出這種要求 那我這樣子講好了 就說黃珊珊她在這一局裡面 有一點冤啊 這我老朋友幫她講一點話 老朋友要講 對 她有一點冤 什麼叫冤呢 通常是這樣子 那個我們中國的政治裡面 都常常在講清君策 對 君王旁邊有奸臣 寧臣 小人 全臣 對 然後清君策 好像因為不敢罵地獄王 不敢罵那個君王 其實沒有昏君拿來寧臣 這個我講時代話 這個事情呢 是一個最明顯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黃珊珊在內外的 膠折的這種壓力下面 她快承受不住了 所以她現在在跟國民黨求和 在跟外面的人求和 她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稍微平息下去 能夠喘口氣 要不然的話她這個事情沒完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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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